好 來看到台北捷運怎麼回事 木炸線在昨天怎麼又卡住了 那麼是在最尖峰的時間 那麼是在這個木炸線 有一輛列車就在南京東路站 沒有辦法關閉車門 就緊急的請乘客 改搭下一班的列車 雖然檢舉說 這個卡門的意外 只有花了五分鐘就排除 不過很多列車的調度 都因此受到了影響 讓乘客是抱怨連連 捷運又出包了 這一次輪到木炸線 南京東路站 BB聲響民眾呢 又餘貫的進入到捷運車廂當中 不過在今天晚上7點29分的時候 南京東路站又發生了 車門卡住的狀況 不過呢在五分鐘之內立刻排除 車門卡住 捷運局說真的很快就排除了 但對卡在捷運裡的人來說 這個五分鐘好長好長 捷運調度切一髮動全身 可不只有這班乘客氣呼呼 總之我在捷運裡面 大概已經卡了五十分鐘 那比較誇張是呢 從七張離站開始的時候 列車會出現一些 就是很像緊急剎車的那種狀況 然後開始就是會 到了這個林路站的時候 它甚至門沒有辦法打開 門打開之後對不到外面的門 所以就是柔軟客是沒有辦法下車的 對我們大概是7點29分左右 在南京東路站 那有一電車它其中有一個車門 那沒有辦法關起來 那基於這個安全我們有把旅客 在四星旅客在南京東路下車 改造其他列車 下一班列車 那這輛車子我們把它移回機場 以前常說捷運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但看來現在坐捷運趕時間 常常還得靠運氣 今天新聞蔡長江 陳薇如 台北報導